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,作为球员,奥尼尔和巴克利,算得上,是能力顶级的人物,而当他们退役,成为篮球评论员之后,他们则又有了一种,与不惊人死不休的,大嘴巴属性。 他们时常对于联盟中的球员,发表一些惊人之论,赛季刚刚开始不久,他们两人就已经,因为自己的一些言论,而陷入了极大的争议。 甚至现役联盟中,詹姆斯和杜兰特这样的顶尖球员,都对他们乱开炮的行为,表达了抗议和不满。 按说自身的言论,引起了诸多风波,作为发言者,则应当对此有所收敛。 但奥尼尔显然不打算,做出任何改变,在TNT的一档节目当中,奥胖就关于独行侠队,当家球星东气齐,又是进行了一番迷惑发言。 而这番发言,对于这两个赛季突飞猛进的东气齐,来说显然不够友好。 奥尼尔提到目前的独行侠,需要引进跟东气齐一样出色,乃至要比东气齐更加优秀一些的球星。 而奥尼尔给出的候选名单,则是让人大跌眼睛,因为他所建议,独行侠引进的球员,则是拉塞尔·威斯·布鲁克,以及布拉·德利比尔。 巧的是这两位球员,目前都效力于华盛顿奇才。 结合他之前的话,这是否就意味着,这两名球员比东气齐,更加优秀呢? 奥尼尔随后也为自己的这番话,做出了一定的解释。 他说这并不是,意味着这两位球员的到来,可以取代东气齐,目前的地位。 而是说他们两人,能给东气齐,更多的帮助。 但这显然有些,越描越黑的意味,且不论他们两人,是打法能否和眼下的独行侠,完美适配。 就是话中提到的,比东气齐更加优秀,已经是难以服众了。 上赛季的独行侠和东气齐,无疑给人带来了,太多的惊喜。 虽然他们在季后赛,没有走得更远,但就与快船队,是比赛中,他们显然是打出了,自身的硬气和韧气。 东气齐更是,曾经在系列赛中,砍下大号三双。 而他也以二年级升的身份,入选了最佳阵容一阵。 赛季前外界都有理由相信独行侠和东气齐,都将会大有作为。 然而本赛季开始后,独行侠,却迟迟找不到状态。 尽管阵容,算得上其整,但在前二十多场比赛中,独行侠却仅仅打出了,不到四成的胜率。 在排名方面他们,更是仅仅位于西区倒数第二位,紧强于沉沦许久的森林狼队。 如果只看成绩,这实在不像是,一支赛季一阵水平球员,带领着的潜力无限的队伍。 反而像是一支,为了取得高顺位选球权,而故意摆烂的多年弱旅。 而针对于队伍的现状,东气齐已经在之前,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,表达了自己,对于队友糟糕表现的不满。 尽管他本赛季,依旧维持了二十七,加八正九的全面数据,但缺乏支持的他,还是经常因为队友的不给力而陷入,孤军奋战的状态。 除此之外东气齐,还有一个难以明说的引擎,那就是在上赛季,他成功入选一阵之后,本赛季是他要致在冲击常规赛,最有价值球员的一个重要赛季。 本来他盼望着球队,打出强势表现,可以成为他冲击,该向荣誉的,依大家分享。 而如今看来,如果独行侠维持这样的战绩,他基本上就无缘,这个个人最高荣誉了。 面对这种境况,球队老板酷帆,自然会是最为着急的那一刻,因为如果无法迅速扭转,这种情况的话,不用说,赢得队史的第二冠,甚至连东气齐,都可能无法留在球队, 所以补强阵容这件事,恐怕已经是提到了,库班的日程之上。 只不过奥尼尔所提到的两个人,都未免有些,天方夜谭的意味。 先说比尔,本赛季是比尔真正意义上,成为球队领袖的一个赛季。 在球队送走了,原老大沃尔之后,比尔可谓火力全开,场军可以拿下自己,职业生涯新高的,34.8分。 这让他,领跑赛季的得分榜,如果不出意外,他将很可能成为,联盟的新科得分王。 而目前比尔的最大困扰,也同样在于,球队糟糕的战绩。 目前的奇才队,同样是排名中部倒数。 而根据美国体育媒体的消息报道,即使比尔决心离开奇才,加入到一支新的球队,他会选择的,也将会是胡人或者快船这样的争冠豪强,而非是同样排名垫底的独行侠。 况且就算比尔真的到来,他最多也只能成为,东契奇身边的,二号人物。 这显然是不够现实。 至于威斯布鲁克,倒独行侠,这个就更加不够现实。 且不论威斯布鲁克,会不会在数月之间,两步更换球队。 就算他真,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